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间的一个地区就是1947年7月发生的UFO坠毁个案 这个是主流UFO研究界觉得的一个crash site 就是一个撞击地点 但是这件罗兹威尔撞击事件 其实在UFO界争拗了几十年 我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就是一个研究者叫做Dennis Bosserson 在他的网页叫做Truthseeker at Roswell 这个网站里面曾经登过 另一个目击者叫做Ragsdale 而Ragsdale 这个人声称自己在同一天 同一天时间里面 看到另一架UFO撞击地点就不同了 就是撞击在现在画面里面 左下的capital mountain 这个地方的山脚那里 是有一个撞击地点 所以你就想到了 其实这个撞击地点 我所指的战坠传闻UFO最伟地点 就和我刚才所说的不同 那只是撞这一样东西 可能已经吓了几十年 是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专家 大家如果在UFO界里面 可能初歌或者是老手的话 你都听过叫做Jack Farley 一个法国人叫做Jack Farley 他出了一本书 就是讲另一个crash site 撞击地点就是叫做这个 Trinidad Trinidad Crash Site 那就是另一个地点来的 我举这两个例子就告诉你 如果是光说Rosh 光说罗基威尔这个UFO罪毁事件的话 可以讲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都讲不完 而且是一个我认为 打大佬的题目 所以我不再讲下去 就只是讲这个主流 主流UFO界 研究界所谓的 全民UFO罪毁地点 就是画面里面这个 那好了 这个罪毁事件 可能大家有些人不信的 或者信也好 那我就照讲 照讲 的而且确实 有不少人相信 是在这个位置 有这个UFO罪 然后去到 我介绍一个人 这件事 这个人 就是 返回整个timeline 返回整个历史里面 其中一个主角 就叫做 Robert Rich Robert L. Rich 这个人 这个人 由1989年 去到1995年 他的生活地史 就是在罗兹威尔市里面 那他就说 由1989年至1995年 就是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去画面里面 全民UFO最位位置 的东南方一个地方 叫Cedar Hill 列陆步行径 Cedar Hill Deerhunting Trail 这个地方 就在我刚才的 那个年份之间 就喜欢去打猎的 一个星期可能是一次 或者一个月去几次 但是到1995年 Robert Rich 就是觉得 我失望了 就是说我不再喜欢 去这个地方打猎 所以之后 就停了一段时间 没有去这个地方打猎 等一下我会有 我自己在那里拍的照 和Google Map的一些照 再跳到1995年的 11月5日 Robert Rich 就在罗兹威尔市的 东面 的一个山岭上面 就看到一只UFO 那为什么他会和朋友 去这个山岭呢? 就是因为他原本 拿着和这个朋友 去山谷那里 就是说他首先 爬上山顶 然后再到山顶 下面的山谷 去山谷玩的 就是爬上山顶 附近 他就看到一只UFO 嗯 那只UFO 就是橙色的 他看到那时候是橙色的 是 那之后呢 这个UFO 就在后面 就留了一条很长的 廣东话叫尾巴 英文叫 Favor Trail Favor Trail 如果中文直译 我查过 叫做 水汽尾跡 你听到这个名字 就是说什么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一只飞行物 当飞过一个天空的一个轨跡的时候 它可能的热气 是令到一些水汽迎接 然后呢 就留下了水汽的飞行行跡 这个叫做Favor Trail 这个Favor Trail 也是橙色的 那之后 但是呢 Robert就说 解释了 为什么是橙色呢 就是因为呢 旁边有个好光的月亮 那他呢 认为呢 是月亮反射了在UFO表面 和呢 在这个Favor Trail 那里呢 所谓呈成为一个橙色的一环色 那他估计就是说 如果是没有这个 月亮的光影之下呢 这只UFO呢 或者 和那条Favor Trail 就是这个水汽的痕跡呢 就会是白色 而且UFO就是银白色的 那就是说呢 他首不知呢 就以 Robert就在1995年11月5日 就已经见到UFO了 在附近的区域那里 那当然呢 Roswell这个地方呢 见到UFO呢 不是那么出奇而已 因为当地很多的居民呢 亦都在他的不同时间啊 不同的岁数呢 都会见过类似UFO的现象 那再去到19… 这个timeline呢 就移了差不多2年了 就是1996年的8月2日 就是说英国所发生的一个蜜田圈的事件 就要出第二幅地图呢 就是叫蜜田圈地图 上面2 好了 这个蜜田圈呢 就发生呢 刚才我说的日子就是1996年 8月1日的夜晚 至到8月2日的凌晨时间就发生的 那这个蜜田圈呢 就是两个在同一的时间 同一个蜜田上面 出现了两个蜜田圈 不是 先去到刚才那个地图 我先去到刚才那个地图 好 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首先你要理解呢 英国大岛的东南边 就有一个城镇 就叫做 斯温顿城 Swington City Swington City的左下角 就是一个 Historical Monument 就是一个历史的遗迹 就叫做 Lington Hill Fort 利丁顿山堡 在利丁顿山堡呢 应该不够一公里之路 或者几百米的范围之路 就是刚刚康正遮住的箭嘴位置 就是1996年8月2日 就在这里 发现了 同一个蜜田上面 有两个蜜田圈 蜜田圈 麻烦Operator先生 就去第三张照片 就是两个蜜田圈上面 是没错了 就是这两个蜜田圈 这两个蜜田圈的形状 就有很大分别 甚至先说 画面上面 那个 画面上方 那个 当时两个蜜田圈的专家 叫Stuart Dyke 和Red Collier 两个都是 大概同意 应该改个名字 叫做複雜的名字 就叫做 Julius Edge for Mason Crop Circles 中文直译 就是朱利亚集合 集合 构造蜜田圈 这个名字够複雜了 容许我讲一点 讲一点 数学知识给大家 朱利亚集合 是一个数学的知识 是一套数学知识 它是一个更大的 一套数学知识的分支 就叫分形 或者叫碎形 英文名字叫Fractal 大家如果有尝一下英文知识 数学知识的话 你就知道Fractal 是一套数学 一套数学来的 麻烦Operator先生 就去第五张图 就是一个Wikipedia的 一个展 一个Craft图 就是朱利亚集合 数学 就是表好一张 第五张 就是应该我们是六 我们是六 白色底 对了 这一张是朱利亚集合 就是在Wikipedia 解释 当然 我刚才所说 Wikipedia讯不过 当然 我只不过是简单用 入上面的资料 解释给大家 如果我自己 当然不需要Wikipedia 都了解 什么叫Julia Z 这个数学文 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画面的左下角 就是显示一幅图 这个朱利亚集合 这一套 智识 其实是可以用图像 来显示的 大家如果少少 见过左下角 那幅细图 你就知道 其实 这个就是一个分形 Fractal 用童话 显示的一个方式 但是 你接着问 Fractal 是什么 有没有实际功用 其实是有的 例如说 如果你想知道 一个海 一个海岸线的分布 或者海岸线的形状是什么 Fractal 能够帮你解释到 又或者你想了解 某些生物 某些虫 某些虫 重重的表面的生长结构 可以亦是数学模型 Fractal 这个数学知识 来解释得懂 还有就是一件事 大家每日都用的电路板 即使你用Apple手机 手机也有电路板 对不对 你去设计手机 必定需要和Fractal 分形这个数学知识 所以就告诉你 Fractal 是一个实用 是一个有实用性的数学知识 而我刚才出过的第三张照片 就是两个蜜田圈上片的照片 里面上方的蜜田圈 就是正正显示出 可能就是显示出 制造这个蜜田圈的个体 无论是人也好 外星人也好 这幅图也可以 无论是人 外星人也好 或者怎样也好 它是有 不是 刚才那幅相好记得 它是有 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实用 科学的实用 数学知识 Fractal 因为它明白这个数学的知识 它不是乱造出来 有些人就说 Grop circle 只是人无无端端的造出来 两个上了年纪的英国楼梦 就弄跳舞版 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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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的原员出来 I'm so sorry 你这个讲法绝对错 在这幅图上面 就显示出 它是有这个数学Fractal的知识 哦 厉害 好了 那四分 不是普通人造的 不是普通人造的 等一下我会讲其中的小字 都显示不是普通人造的 不是做一块了 好 再去到刚才第三张照片 兩個墨田圈上面的一張照片 就是剛才有一個紅花寫著 朱寧雅集合構造的那張照片 應該是在之前那張照片 3號 3號 沒錯就是這個 下面的墨田圈才是今集的主角 你們記住這個 這個用中 剛才我講的兩個 Crop Circle專家 Stuart Dyke和Rakoli 他們叫這個中文籍 也叫做半圓全圓墨田圈 Full Moon Half Moon Crop Circles 這個才是主角 但是我稍後再說裡面有些細節 好 現在就可以去 3A 2個墨田圈 上面2 就是我們4號 沒錯就是這個 這個呢 手不小心我漏了一些東西 應該剛才有一張照片 剛才剛剛出的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剛才那張照片我要名謝 Lucy Pringle Lucy Pringle 就是以前的一個網站 叫做Crop Circle Connector 她是一個很友善 很喜歡分享Crop Circle上面給人的一個女士 我名謝剛才那張照片 就像我所講的其中一部填舊 這兩個Grop Circles專家 就叫做Rakoli Rakoli呢 就在一幅上 他就清楚顯示出 1996年82號 在同一個蜜田圈 出現這兩個蜜田圈 右上角也顯示了那個蜜田圈的名字 右下角就叫做Full Moon Half Moon Grop Circles 中間那些細節呢 我稍後就會講 半月傳越蜜田圈 一個比較複雜的名字 就可以去到第六張照片了 身處於朱利亞集中的蜜田圈 就是我們7號 沒錯 這張照片就是 嚴治於 Steve Alexander Steve Alexander 我想去冥謝他 這張照片就是 他身處在蜜田圈裡面 直接拍的照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 剛剛正遮住了一點點 在這個圈 最下面那個圈 那個形狀 你看得到 那個蜜田圈的方法 是一個散射式 和一個散射螺旋式的壓法 嗯 這個壓法 你要留意 它大致上 是一個 Counterclockwise 是一個逆時針方向的壓法 這是一個重點 大家觀眾 如果還想聽到的話 你要記住這個重點 時針 然後這個圈 跟它剛剛黏著上面 那個圈的旋轉方向 好像相同 但是那個邊皮 那個邊皮 你要看到 是一個互相向著不同方向 去旋轉出來的方法 來的 我說清楚 這兩個 不是一個普通的 互相逆向旋轉的方法 這個 原本是兩層蜜 隔出來的 然後兩層蜜 上面那層 和下面那層 各自去 兩個不同的方向轉 然後繼續壓 然後壓成 就是說 這個蜜田圈 你就這樣看 好像就這樣一層 不是的 其實是兩層 這個就是解釋 另外一個特徵 就是說解釋 為什麼很多人 這些主流媒體 或者是 或者是 一些所謂debunkers 一些懷疑人 就是說 找回毛板壓出來的 但是 你雖然知道 找回毛板壓出來的話 就只會壓到一層 但是呢 它是同時壓到兩層出來 而兩層之後呢 是會向相反方向 左右 或者是上下 或者是南北呢 是去旋轉出 一個這樣的形狀出來的 所以你記住 不是木板壓的 不是兩個 沒有學識 沒有技術的農民 找一把木板壓壓壓壓壓出來的 是bullshit來的 嗯 那好了 可不可以 再去到下一個了 7號上 即是8號上 就是下一位報告賽這個了 大家 我們兩個都遮住了下面的字 就是180英尺 這個圖呢 這個crop circle呢 180英尺長的 你可以看到 照片畫面裡面的人 的大小 你就知道 這個圈有多大 多大尺寸 這張照片呢 都是名借 Steve and Sanders 所提供的 這張照片裡面呢 也是可以看到 中間的螺旋方向 各自是相反的 一個是逆時針 一個是順時針 嗯 這個也是重點來的 大家要記住 這個crop circle 比剛才那個更加厲害的 就是呢 這個不是兩層 是四層 這個是四層蜜草 有時候呢 四層蜜草呢 就各自向一個 稍微 不同的角度傾斜的 首先呢 一層蜜呢 就是這個方向 然後呢 向傾斜 然後另外上面那一層呢 就向著這個方向 稍微 有一個角度的分差 然後呢 再這樣傾斜 第三個呢 就是這樣算 第四個呢 就是四層壓的方法 你不要跟我說 一個農民呢 懂得這樣做 而且呢 這個壓呢 是相當複雜的 我不相信一塊木板呢 你用什麼時間 能夠壓到這些東西出來 嗯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廢話 我不相信 這個是 因為 是 Stuart Dyke 的親身研究呢 就是公開出來的 一個研究的 特徵來的 那 那 好了 再去到第八 即第九張照 好了 第九張照呢 就是比較近的角度所拍的 也是 多謝 Steven Sanders 所提供的一幅相來的 那 你可以見到 這個的確 中間是一個壓的花紋在這裡 而且你遠遠看 就好像 不是很特別 但是你實身下去看 就不同 而且我拆開了一點點 除了這些特徵之外 真正 謎 真正 所謂奇異的蜜田圈 還有另外一個特徵 例如 你以為這些草死了 對不對 如果那個農民 是用木板仇 壓它 那些草就死了 沒有在生命 或者甚至乎 墨水 那些蜜的最尖端 就是那些蜜粒 填了 是會爛了 但是你真的去看那些 真正的 所謂奇異的蜜田圈 那些蜜水 那些蜜粒 沒有爛到 之餘呢 其實那一棵東西沒有死 如果你繼續給它生長的話 它是繼續生長得到的 這個就是 一個真正的奇異蜜田圈 和人造出來的蜜田圈 最主要的分別 還有就是 那個壓的方法大致 有幾種 我簡單講其中兩種 其中一種呢 就是一枝蜜 你可以幻想 一枝蜜就是這樣 但是呢 它只不過是加熱一邊而已 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加熱 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現象呢 就是 手蜜蜜的一枝蜜就是這樣 其中一邊呢 就被加熱 另外一邊沒有加熱 那麼加熱那邊 物質就是膨脹 是吧 膨脹的其中一個方式 就是周圍四震 其中一種呢 就是變長了 變長了之後 就會形成一個 對另外一邊 沒有被加熱的壓力 繼續壓壓壓壓壓 就會被壓縮到一個感向 一個好像平了 其實我不是被壓的 它經歷過一個 只是單邊加熱過程 那你說 怎麼能夠做到 將一條條 稻草這麼多 然後做一條單邊加熱 不要問我 我是解釋不到的 我解釋到很多 如果是外星人的話 我就做了外星人 我不是地球人 好幾條條條 另外一條條條 另外一條壓縮的方法 就是 你知道一根根根根絡 中間會有截 是窃的 即是ので 中間會有一截 一截 就是在那個窃裡加熱 加熱之後它就 Mer咬揚 然後它會爆開 然後它就會 向其中一邊壓壓 被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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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波子 那核心沒有死 對那一塊生涯 沒有生長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其實我去過幾次 這些所謂的奇異物條件 我親生了過去 那些照片我不能出發 因為那些相片是有一些distortion 是有一些歪來歪去 為什麼這些相片是值得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實真正麥田圈在裡面拍照 是會有所干擾 這個也是真正奇異麥田圈的現象就是 你帶一些非燈視鏡機 它也會受光 更何況你帶一些電子的Digital Cameras 或者是一些拍影片的Tamcorder 就是拍影片 它有時候會受到干擾 這個也是真正麥田圈的特色 人族麥田圈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好了 可以去到第十張照片 十張照片 嘩 這些都是make cute的東西 這是一個剪影 剛才我所謂的朱利亞集合結構麥田圈的一個剪影 而這張照片也是多謝Red Collin 這個專家對麥田圈的研究 這個是他的idea 這個不是我的idea 你都說你信不信這個idea 有些我不同意 但是我不是這方面的expert 他是一個引述方面大家了解的 他認為這個Fatto 這個朱利亞集合結構麥田圈 其實顯示出一個叫月上 就是說月亮經過月和日的變化之後 外形的變化是怎樣的 最左下的歌曲寫著July Half 24日 那個是日子來的 7月24日當時 1996年7月24日 就是半月 再去到7月30日 畫面上角就是Full Moon 就是滿月30日 再去到8月August 就去到1、2、3、4、5、6 再去到8月6日 就去到Half Moon 而中間的類型的東西 有些人就認為 這個只是隨機做下去而已 其實不是 Red Collin就覺得 這個是Pointer 是一個指標 是一個箭嘴 他指的是1996年8月3日 8月3日這一天 正直去到半月的過程之中 這次Red Collin就認為 這個Crupp Circle就是告訴你 我知道你們地球 即是假設一個個體 知道你們地球 那個月上的變化 顯示出它是不單止有Fractal 分形數學知識 也都知道你們地球的一個衛星 叫月球 它在經過月份的 就是經過日子的變化之後 或者經過日子歲月的流勢之後 它的月上究竟是怎樣的變化 就是這一套東西 讀完 首先不要說 這個Crupp Circle 是在8月2日就出現的 是不是 然後在8月2日出現了 它就看著8月3日 就是說它預先告訴你 我也知道之後一天 那個月上究竟是怎樣的 就是說 我是知道這個月亮變化之後 一天會是怎樣的 即是預知 不是預知 其實人類都是這個知識 不過可能各個體 都顯示到你有什麼 我都有 我也知道這個東西 好 就去到11套 這張也是 Red Coley 剛才的專家 對另一個Crupp Circle 就叫做半月全圓 蜜田圈的分析 它認為這個蜜田圈 就是 那個半月全圓 就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隔離沒有被壓到的那兩個區域 那兩個區域 它認為都是一個Pointer 一個指針 指著 Astimus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做Astimus Astimus 就是叫做 方位角 或者叫做方位 那就是例如 你有支筆 OK 用支筆來解釋 支筆對著 正正的 最上面就是零度 轉一個直角就是90度 再轉一個直 再轉回雙方方就是180度 然後這個270度 再轉回零度 零度就是北方正筆 180度下面就是正南 這邊就是東 這邊就是西 沒有了 指著 剛才就是指著最上面 指著畫面上面 它就 Record就認為 這個蜜田圈指著的就是 290度 就是其實大約就是西北邊的一方向 就是說 你在7月16號的日落時間 向著290度 就是這個西北方的望的話 在這個角度 這個日子 你就會看到新月 尿門 就是剛剛月亮 一個比較 很少部分一個月亮 一個可以叫月眉 或者一個眉 一個現象 好了 正正下面那個角度 就是剛剛相反就是180度 290度 減180度 就是110度 這個方向大致就是一個東南面 你指著東南面那個位置的話 你向著那個方向看 就在 要出發剛才那張圖 sorry 你在7月30號 向著大概東南方向望 你在大概日落時間 就會看到滿月的了 這幅圖也顯示什麼呢 你直接覺得這幅圖的製作的個體 無論你是人有或外星人有或其他個體 也都是顯示它是知道 月亮的變化是怎樣 亦都是告訴你 我是知道月亮的變化是甚麼 亦都是說我有這方面的知識 先拆開一點點 橫跨整個這麽長時間的整體個案 月亮都是一個經常出現的一件事 剛才剛才說的 剛才的主角 事件的主角 Robert Rich 待會都會出現的 Robert Rich 在1995年 之前一年 就看到一個UFO 和一個所謂水的痕跡 他說月亮照射之下 就令到橙色 是月亮了 然後這個Crop Circle 1996年8月2日出現了兩個Crop Circle 亦都是跟月亮有密切關係的 嗯 之後就可以跳去2004年9月4日 2004年9月4日 還有少少的資訊 可以告訴大家 Red Coley 就覺得 解釋到這個 在1996年8月2日出現的這兩個拔田圈 就可以幫助解釋 在之前 英國兩個不同地區 所出現的兩個Crop Circle 那就出十二圖 和十三圖 首先出十二圖 就是巨石鎮所出現的 就是1996年7月7日 所出現的巨石鎮 隔壁 田馬路隔壁的Crop Circle 我知道有些移英港人 移民到英國港人 就去過巨石鎮看 但是巨石鎮呢 不是那麼神秘的 巨石鎮隔壁 久不久就出現真正的Crop Circle 真正神秘的Crop Circle 就是其中這一個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跟剛才我所說的 是一樣樣子嗎 是 不是一樣樣子 是有些分別 好奇怪的 你看看我左上角 那一堆字呢 如果你有心機看一看 它也同時顯現了 數學知識 就叫做Fractal 碎形或者分形 而且是一個陀旋形的一個圖案 而且它的陀旋形呢 比剛才剛剛出的那幅圖 更加厲害 哦 你告訴你 我再一次顯示 我是知道你們這些 地球的數學的天曹 或者數學的家 所認識的知識的 那麼去第十三號 他們這些 沒錯 這個跟他更加複雜的 三個朱利亞合集 等於畫面的右上角所說的 三重朱利亞集合 就是說 我不僅僅做到一個出來的 我將三個朱利亞集合 集合成一個都可以 就是說我可以變化 而且變化可以更加複雜 而剛才我所說的就是 1990年8月2號 同一時間同一個物件 出現的兩個物件圈呢 Redco的專家 就認為可以解釋 剛才畫面出現的兩個物件圈 幫助解釋 這個是小撒的分支 大家記住 這件事 整件奇異國安的主角 在再之前出的那幅照片 就是 這個半月傳言蜜田圈 你可以出八號圖嗎 八號圖 這個蜜田圈才是重點 大家記住 而剛才出的那兩張照片 我也是名謝了Lucy Pringle 出第一張第一號的地圖 新墨西哥州地圖 沒錯 現在事件呢 就再推到2004年的9月4日 嗯 那Robert呢 主角Robert Rich呢 突然之間就深血來潮 由1995年 剛才所說的 由1995年開始 他已經對這個 在Sitter Hill 這個地方獵錄 已經沒有什麼興趣 嗯 那突然之間去到2004年9月4日 他就深血來潮 咦我還是去那裡打獵了 那小小的一個 細節 就是他不是用槍的 他是用弓箭的 嗯 那麼就2004年 沒錯 9月4日 我就覺得 我再去到這個獵錄 他主要是獵錄 那呢 就去到這個Sitter Hill的獵錄 步行境那裡 又去那裡打獵了 那呢 現在就可以出圖 就是Number14 那麼這個呢 很明顯 就是Google Maps的街道圖 的一個Capture 的一個 一個 一個Screenshot 那麼這個位置呢 就是這個獵錄徑的入口 嗯 當你獵錄徑呢 當然右手邊 不是那條馬路 右手邊那裡 再直接走進去 再進去的地方呢 就是那個獵錄徑的 一個 一個山徑 一個Trail 那麼他就在這個地方 那裡 跑出車 然後呢 就走進去 那走進去呢 走著走著 沒有走到 大概15分鐘之內 可以出第15號照 麻煩 那第15號照 就顯示 走著走著 沒有多久呢 他就在指著這一點 Robert Rich 就發現了一顆石仔 那顆石仔呢 大概就是5Cm 甚至4.3Cm 等一下再說這個尺寸 等一下再說 那顆石仔 那麼他直覺覺得呢 這顆石仔呢 挺特別的 但是呢 當時呢 他捏綠嘛 他是呢 看著地下 就跟著那條 他以為是綠所留下的 Hoof track Hoof track呢 就是那個提 所留下的腳印 那麼他跟著那個腳印 以為 啊這隻是綠來的 我跟著這個腳印呢 可能就捏到這隻綠了 那麼他繼續跟著這個腳印 就暫時呢 就不理會 他可能在眼角見到的這個石仔 就距離他走的那條 這條路徑的中線呢 就距離大概12尺的 那麼好了 嗯 保持著這張照片 保持著這張照片 不用走的 那麼我走一走一走呢 再走多十幾分鐘 他才發現呢 可能夠了 原來這個 不是綠樓低的腳印 不是那個Hoof track來的 不是D 就是不是綠樓低的 是山羊 Ghost 就留下的 那麼他不是獵山羊 我獵鹿 對山羊沒有興趣 所以不如轉回頭 就去撿回那個石仔 那麼就轉回頭 就去撿到這個石仔 待會我會出這個石仔的照片 那麼好了 他撿到那個石仔 撿到那個石仔之後呢 他就拿著在手 然後呢 那時候呢 就很多沙 很多泥沙遮住整塊石的 然後呢 就拿回這個石 去他那個貨車那裏 他那個車那裏 Pack up truck那裏 就用這些工具 就打掃一下它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見到那顆石是怎樣呢 就可以出第十八張照片 石塊正面一 就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 就是他 所撿到這塊石仔的樣子 噢 默典軒 沒錯 就是跟剛才的默典軒一模一樣 大家sorry 如果大家覺得剛才 嘩很疾悶 不聽下去了 那麼I'm sorry 那你呢 就miss了這個 這個石 噢 我會講這個石的精妙之處 你就這樣丟下去 人都做到 NO 我告訴你呢 人呢 是很難做得到的 跟著呢 我會講一個原因 告訴你 那好吧 他回到去 把這塊石 再拿回家 他可以出第十六張照片 那麼呢 他就覺得這塊石呢 是很珍貴 他很喜歡這塊石 他甚至用那個字 I love to rock 我愛這塊石 那麼呢 他就 愛的程度啊 就是呢 不是太想被人知道 那麼呢 他就長期呢 就擺這塊石 擺在保險箱 有空拿出來看 又或者呢 他曾經給過兩個親民戚友 看過這塊石 但是呢 擺在保險箱裡面 這個保險箱呢 就是他跟我親口說 因為我之後訪問過他 剛剛那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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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這樣說 第十五號照片 就是指示著 有一個紅色箭咀 指著那個石的位置 是小弟拍的照片 是呢 Robert呢 帶我去那個現場 我所拍的照片 也指示我 就在那個位置 發現我這塊石 那麼繼續這個畫面 那麼呢 他就如獲自保 所以呢 就保存這塊石呢 在這個有鎖匙 能夠鎖住的保險箱裡面 那麼他家人呢 是知道的 那麼 再去到 可能呢 中間的過程 他都覺得很神秘 雖然是上帝做的 但是他覺得 很神秘的這塊石 我也想知道 多些這塊石的資料 那麼所以呢 再去到差不多 過了半年之後呢 到了2005年的2月呢 他就帶這塊石呢 就去 一間大學 叫做Eastern New Mexico University 就是東 新墨西哥大學 那麼可以出第十 第十七號照片了 那麼好了 這個就是 我等一下說這塊石 就是他帶去這個石呢 去 剛才我所說的大學呢 給一個 Physical Science Department 就是 物理科學 或者叫自然科學 物理科學 學系裡面的一個教授 叫Professor James Constantopoulos 就是畫面裡面 我左手邊那位的教授 他當然是一個PhD來的 那麼呢 就帶給這個學者去做研究 研究呢 基本上是分開兩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可能就這樣 就用眼看 另一個部分呢 就用一個比較高倍數的 雙筒顯微鏡呢 就是在顯微鏡之下呢 就看看它的外形 看看是否有特徵 那麼第三個部分呢 就用一個更加複雜的 一個檢驗方法 等一下我會 show 這個檢驗方法 測試結果出來的 就是一個檢驗方法 就叫Energy Dispersive X-ray Fluenst Spectroscopy 你聽到一堆東西 不知道是說什麼 其實呢 很簡單 這個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給大家聽 就是呢 用一個發射X射線X-ray的一個光速的 發射光速的一個氣體 就是一種異氣 就將這個X-ray 就打到這個石頭那裡 那部分呢 這個石頭就會吸收了 很少部分X-ray 其他呢 就會用各種不同方法去散射散失的 那麼呢 就分析這些散射的特徵 就知道呢 這塊石裡面呢 大致上的物質分佈 就是有什麼物質 而那個物質呢 那個含量有多多 有多少 那這個呢 就是剛才我所講的測試方法 嗯 那你是經歷過這兩個測試 但是很不幸就是呢 沒多久之後呢 這些資料本來是留在電腦的Hard Drive那裡 但是Hard Drive呢 就出事了 是嗎 大家呢 通常用電腦的Hard Drive 以前用得 以前呢 就是在電腦裡面的Hard Drive 崩潰了 就是說呢 Corrupt了 或者叫做 那這些資料就沒有了 那不要緊要的 之後呢 他會做另外一個測試的 那未做另外一個測試之前呢 就去到差不多兩三年之後了 那呢 那那年呢 這塊石呢 繼續畫面裡面呢 Roberth Rich呢 都是真而重之的 再到2008年呢 他都是忍不住 就是說 我也是想知道這塊石的多些資料 那所以呢 就在2008年的7月4號呢 就帶這塊石呢 去一個 節日 Festival 叫做Roswell Festival 就去到他的省裡面 差不多每一年都舉辦的一個節日 叫做Roswell Festival 在這個節日裡面呢 就問一個 在當地正在做Show 就是可能正在做親實 真人示範 或者正在做Show的一個 陶瓷和雕刻的藝術家 他問這個陶瓷和雕刻的藝術家 就是說 這塊石呢 可不可以人做出來 知不知道做出來 這個雕刻家直言告訴他 我做不到啊 我不知道這個Farmer怎麼做 你叫我做 我也做不出 也都告訴他 就是說 如果找做雕塑 我不會用這塊石 因為這塊石太硬了 等一下我會講這塊石的一些物理特性 這塊石太硬了 我根本就不會用這塊石材來做 這個雕刻大哥 總之就是說 這個是有雕刻經驗和有陶瓷經驗的藝術製作家 我告訴他 他是做不到的 嗯 再去到2008年 7月15日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正正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Robert在2008年 就帶過這塊石去Festival那裡 開始 那個叫什麼 消息流出了 消息外流了 就是說 人傳人 可能那個藝術家就告訴其他人 有這塊石 這塊石 我從未見過有人可以做得出這塊石 但是呢 這麼驚奇的事呢 就開始外傳 就傳到另外一個UFO或者其現象的研究 一個研究者很出名的 就叫做Linda Morton Howe 這個呢 如果大家研究UFO或者其現象的人呢 就很清楚這位女士的名字 就叫做Linda Morton Howe 之後就叫做Linda 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呢 Linda就找盡人物 最後就找到Robert Rich 那Linda呢 就約定了Robert Rich 就再在2008年的7月15日 再來多一次測試 再來多一次檢測 是 同樣都是去同一個大學 就是東新墨西高大學 找回同一個 或者就是Professor James Constantopoulos 之後我簡稱叫做Professor C 再找回Professor C 就驗這塊石 我們驗這塊石 驗到什麼呢 可以去第18號圖 這塊石呢 是1.5cm x 4.5cm 一塊石來的 平面的Dimension 就是平面的長幅高 大概有幾長 5.5cm x 4.3cm 很簡單 我手上就有一張卡片 這張卡片大約有100大通 或者是一張雙用卡 這樣的大小 你幻想大概就是一半 信用卡的一半 這樣的尺寸 長幅的一塊石來的 平面呢 應該它的厚度大概就是3-2cm 有厚邊有薄邊的 畫面顯示了 就是厚邊有薄邊的 大概厚邊那邊就是3點 沒有的 2.2cm厚 另外一邊就是1.6cm厚的 這個厚薄呢 你會覺得主要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也是這個重點來的 我可以說出來的就是 這個 這個厚厚和厚薄呢 有一個分界線 這個分界線呢 是這塊石裏面的其中一種礦 叫做Magnetite 就叫做磁鐵鋼 裡面的物質的磁向是相反的 我可以這麼說 口邊那邊的 這種磁鐵鋼的分子 的磁向呢 假設就是這個方向 而另外一邊呢 就是相反方向的 那為什麼這一個重點呢 就是這個呢 之後我會播劣片的 就是呢 當如果拿著一個磁鐵 有回不上磁場 有回不上磁力 我將這個磁鐵 手不知放在畫面裡面 半月傳越的 在教後那邊 半月傳越的花紋的話 這塊石是會轉的 這塊石呢 是會作出 逆時針方向的轉動 然後呢 我將這塊磁石 放在它對家的 就是呢 放在教博那邊的 半月傳越的花紋的話呢 這塊石呢 就會穿出 順時針的轉動 是自己轉的 當然呢 就要放一塊磁石 放到很近 就是來呢 大概這塊石 大約五六mm的時間 就會發生這件事 那呢 你就可以想得到 如果製作這塊石的個體 它的精妙程度在哪裏呢 手不知要撿到 一塊這樣的石 然後他知道這塊石呢 是有磁鐵礦在裡面 他也知道這塊石呢 在較薄較厚的兩邊呢 磁鐵礦的分子的指向 的指向是不同的 然後再度著這條虛線 然後再將這個花紋 加珠在上面 是 才做到我剛才的效果 就是說呢 製作這塊石的個體 亦都顯示 再顯示給他 我的技巧 就是去到這個地步 是 那你可以說 因為人都做到而已 你剛才有那些 所謂的測試方法 我也知道嘛 之後呢 我所說的就是呢 這個花紋呢 你看清楚一點 這個花紋呢 是一個浮面來的 是啊 他的手不先呢 是 那個花紋浮出了上面 然後再丟下去 哦 你如果就這樣 很立刻的 就要直接丟下去 不是的 你看清楚一點 他的手不先呢 是一個凸出來的 一個浮面 再丟下去 直接就這樣丟下去 那有兩個可能性 一日呢 就將呢 手不先呢 將同一個 差不多同一個質地的石呢 就黏下去 可以說 黏下去表面 然後再丟 但是呢 等一下我告訴你 測試結果呢 其實反映出不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你找到一塊石 差不多是 外面 外面的形狀 但是呢 中間呢 就凸了出來 然後呢 再丟下去 嗯 這個方法 但是呢 經過剛才的學者 Professor C 的研究呢 他在顯微鏡的細心觀察 就是說呢 我找不到任何機械 加工打磨的痕跡 找不到 嗯 找鑿或者鎚仔 就是典型的方法 就是找一個阻力 找一個鎚仔 沒有這些痕跡 嗯 再找的就是 是不是雷射切過 沒有雷射切過 加了這塊石上面 變色的一些特徵 為什麼呢 因為雷射是一個很熱的東西 是一個很熱的一個高能量射線 你把這些高能量射線 射到這個石上面 那些顏色是會產生變化的 但是呢 是找不到這些跡狀 嗯 他呢 Professor C 就說 我是不知道 即使他是一個教授 我不知道這塊石怎麼做出來 這個方法 他直接這樣搭出來 還有就是 如果你去第十九張圖 可不可以放大少許中間的位置 放大少許就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話我就這樣說 如果你看一下中間那個位置的話 可以了 OK了 麻煩你Operation先生 這個花紋的底 那個半月傳閱花紋 或者那個箭咀 所謂的 arrow 或者 pointer 那個底 你只想看看 是跟外圍 這個整個花紋外圍 那個風化作動的石紋 是差不多一樣的 嗯 即是告訴你 他不是人造出來之餘 他是顯現到 他好像經過一個 自然的痕跡洗禮 而造出來的 即是說 如果大膽假設 做這個花紋 那個個體 或者那個人也好 外圍也好 他不是用任何你認為 人的一般方法 而是 他是掌握到 怎樣操控著風化狀 這一件事 在他的能力裡面 就是用自然風化作用 去侵蝕出這個花紋出來 他不是作出來 他不是用雷射射出來 或者是用一個打磨的方法 磨出來 不是 即是說他很可能是掌握到風水 不是那個風水 不是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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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掌握到風或者水 或者是熱力的別 即是說 日出日落的熱力變化 整體上風化作用 而用這個風化作用去侵蝕出 這個花紋出來 哦 即是說什麼 就是告訴你 人做不到 你不要告訴我 現在世界上 除非什麼秘密政府 什麼深層政府 否則 表面上所有學界 是掌握不到這件事 而這個角度告訴你 我掌握到這件事 我掌握到你的技術 重要的是 裡面的花紋 你再仔細看 它有不同的角度 有些的切邊是直角下去的 是這樣的 有些切邊是斜下去的 有些切邊是弧形弧下去的 即是說 即使靈的切邊 都告訴你 我有幾種切邊 不同的樣子 不同的方法 直角 斜邊 又或者是弧形的方法 斜邊就是 那個圓圈 大致那個圓圈的邊 如果是出回剛才那幅相 第十七號相 第十八號相 就是剛才那幅相 有五師音乘 四點五師音的那幅相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十八 對 即是十八號相 那個圓邊 你看到 不是直角 對吧 你看到那個圓邊 左邊那個圓邊 那邊 是斜的 是 而你看到那個全圓那個 是弧下去的 彎下去的 而月亮那個邊 是直角邊 半月的裡面那個彎 是直下去的 連這一樣東西都顯示了給你聽 你們的人是做不到的 嗯 只有我這個個體 不知道哪一個才做得到 是 好了 可以去第十九號相 即是第二十二十號相 即是 好了 第二十五號相 其實相對簡單 不是一個重點來的 這幅相就顯示出這塊石 有另一個 有一個礦蟲物質叫做 Calcite Calcite 就是叫做方解石 一種類石鷹的物質 所以 亦都是類晶體 這個石 經過自然風化作用之後 就會出現 左右這兩個特徵 左特徵就是 這些石晶粒 經過風化作用 表面侵蝕了 然後 這些方解石的石晶體 就會一粒粒掉出來 這三個粒粒就是 這些方解石出來 另外 左手邊的 即是X痕跡 裡面 也經過 Professor Z 在顯微鏡之後 看得出 亦都應該是方解石裡面的 內型 方解石的物質 這不是重點來的 去到第21號相 第21號相 剛剛遮住了 這幅相 就是顯示出 一個天然磁鐵光石 和左手邊 這塊石的分別 好了 我正如剛才所說 左手邊這塊石 是有磁鐵光的物質 但為何顏色不同 因為右手邊的磁鐵光 那個含鐵的量 含鐵的量非常高 所以呢 它經過一個氧化作用之後 它會顯現出很深的咖 好像黑色一樣 但是左手邊 待會兒 物質的研究分佈 顯示 左手邊就是一個 所謂叫做 含龜 或者含直 即是直谷的直 含直和含砂量 含鐵量比較高的石 而含直的量是高很多 所以它的顏色深度 沒有那麼深 但都是含有鐵的 或者含有磁鐵礦在裏面 而且左手 右手邊的石 你看到很硬黏橙橙的 左手邊很圓滑 這個因為經過很自然的風化作用 即是經過長年的風沙 天氣的日出日落 天氣的溫度的變化 以及可能經過下雨的侵蝕 就會形成一道風化現象 令它這麼光滑 這麼圓潤的 好 去第21號相 即是22號圖 這個厲害 這個就是顯示出 用剛才我所說的方法 能量散射 X射線螢光光普測量方法 所知道這個石裏面的物質分佈 左上角 我講一點這些 這幅圖裡面 小小的文字 都顯示出這幅圖 不是有做出來 這幅圖是實際上 實驗室所得出來的數據 EMMU 就是New Mexico University 就是新墨西哥大學 下面細節指 Geology X-ray Laboratory 就是地質學 X射線實驗室所做的研究 下面的日子就是 08年7月15日 可能小一點 大家可能 你看Youtube 都能夠放大那個畫面 你們可以看到 是08年7月15日 就是說我不是老崔的 曾經在第二次的測試 就是08年7月15日 就做這個測試 結果 右上角的資料 就是這個大學的地址 還有下面呢 有Professor C的E-mail address 大家如果不相信我 就說這句話 你是不是畫出這幅圖 沒有緊要啦 你可以直接E-mail 問這個Professor C 這幅圖 這幅圖是否來自 實驗室的研究結果 他會答你 是的 這個下面就是title 就是Robert 這幅圖呢 這幅圖呢 就是呢 照這個Spectrum Spectrum 即是鋼圖 就是用我剛才說的測試方法 就是測量這塊石裡面的化合物質分佈 旁邊的Folder Dr.C 也就是Professor C 那下面呢 我不知道Operator 可不可以放大一點點 那屋圖下面呢 最近下面 有一些很小的英文字仔 再凸一點 OK啦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物質分佈 那個分佈 如果大家是不熟化學的話呢 那我可以講一下仔細 講一下這幅圖 跟他說什麼 NA 是不是知道嗎 最左邊NA 就好像在教化學筒 現在NA就是Sodium 就是納 之後旁邊呢 那個峰值最高呢 就是Si 就是那條紫色的一條線 那個山谷一直直上那個 就是Si 那個Si呢 就是Silicon 就是龜 或者叫做直 RH就是Rodium 那這個呢 就是微量trace element 就是微量 含微量元素 再到旁邊就是K-Protesium 就是甲 再到旁邊就是CA-Kalcium 就是鈣 再到旁邊就是TI-Titanium 就是鈦金屬 都是微量的 trace amount 再到旁邊就是F-Protesium 就是繁 這種金屬 金字步作平反的繁 就是繁 這個金屬 都是微量 再到旁邊就是MN 就是Manganese 是鋒 這個金屬都是微量 再到旁邊就是F-E 鐵 鐵就是第二高 鋒值第二高 就是含鐵 就是第二高的元素 就是這個石 是一個 正如剛才所說的 含鮭和鐵 一個很豐富的石 這樣的化學結構所造出來的一塊石 我們稱之為Sandstone 就是砂石 這個砂石 在這個化學結構之下 是非常硬的一塊東西 它的硬度 就是我們俗稱的Moles Scale 就是莫斯硬度 這個硬度的排名就是由0至10 10就是最硬 0就是最遠 差不多沒有硬度的一塊東西 這個石 這種化學結構的硬度 就是大概7至8的Moles Scale 即是說這塊石呢 是相當之硬 現在最硬的東西 就是一種 用新興的辣味 太結合鑽石的硬度 它應該突破了10 就是10.5 但是一般的鑽石就是10 即是說 它只不過低於一塊鑽石 大概可能 2、3、3、4 這樣的硬度 即是這個石 在雕刻 這個藝術來講 是相當硬的 你不會用這種元素 來做雕刻的 大哥 到了第23號 麻煩你 這幅圖是什麼 這幅圖就是另外一個礦材 就叫做雪花石膏 Alabaster 就是剛才所說 如果雕刻家 是用一些石材做雕刻 反而他會用這一種 就是叫做雪花石膏 雪花石膏 用這個例子 很多其他石材 都用得到做雕刻 因為這種石材 正正就是在 剛才第一張地圖 不用出來 剛才第一張地圖 他發現 Robert發現這個石附近 這個山上 一種非常容易找到的石材 就是雪花石膏 嗯 因為雪花石膏 很容易雕刻出更加複雜的雕刻 例如第24號圖 我覺得 第24號圖 這個雕刻 就是用雪花石膏 其中一種雪花石膏 雕刻 你看一下 立體雕刻 而且雕刻的花紋 比剛才那個石更加複雜 就是說 如果一個正常的雕刻 不如我用這種石吧 是吧 又軟身一點 而且呢 人性強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刁爛石 他做得很漂亮 什麼為之刁爛石 就是 如果剛才用那種 這麼硬的沙石 剛才那塊 撿到那個石材來做 你不夠力 就刁不到 你太大力 就是石會崩 但是呢 這種雪花石膏 就是人性比較高 而且硬度比較低 容易刁得出更加複雜的圖案 所以正常人 怎會用剛才的石材去刁鋪 去到第25號 這個也是另一個雪花石膏 刁出來的燈罩 也顯示出 正常人應該會用這種 比較軟身的石材 去做這些刁鋪 還有就是 這些石材 這種石材比較便宜 剛才那刀便宜 這個不是貴的 也顯示出 一個正常人會用這種石材 還有就是 中間 Linda也好 我也好 我問過Robert 你是不是經常做的 這個是你做出來的 Robert為什麼 就說 如果我又懂得這套技術 我用這套技術來找食 他原本的職業 他原本的職業 在羅茲威爾市裏面 開車房 他是車房老闆 車房老闆 正常人都不懂這些東西 即使他人懂得這些東西 我懂得這套東西 我拿出去賣 或者我自己做些東西出去賣 我做這套東西 做這套石 然後放在路邊 還有就是 如果造假 或者肯定 回答另一個人 例如我造假 做這套石出來 那麼辛苦 做這套石出來 當然要找人證 那套石 扮不知自覺 然後就有人證 但是沒有 那時候只有他一個人 而且這套石 一個人類做不到 當然是科技 我掌握了科技 這套石 假如不是Robert 假如是另一個人造假 他都放在路邊 嗯 就放在那個環境的路邊 無論我和Linda 都問過Robert 究竟有幾多人 平時走過一條trail去打獵 他就說 不定的 可能一年都沒有一個 一年或者一年幾個 他就說 如果不幸錯 這套石擺在路邊 一百年都沒有發現 哈哈 所以呢 我問大家 如果大家想造假的話 會不會找一個 找一個這樣的石材 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放在路邊 等一百年了 才會被人發現造假 哈哈哈哈 還有就是 剛才那個測試方法 不用出圖 就這樣說 其實呢 Professor C 在2008年的 研究 他是想用另外一種 比較入侵性高的方法 研究這套石 就叫做 X-ray diffraction 就是 X射線 銜射發 銜就是內銜 X射線銜射發 就是另一種方法 就能夠更加精確知道 一樣東西 就是這塊石 究竟是來自地球的 荷物質 地球的原材料 還是外星的原材料 這個顯示出了 Professor C 那個智慧 就是說 他都懷疑 這個石是不是外星 嗯 所以我想用這個測試方法 去試一下 究竟這塊石是來自地球的 另一種 但是呢 這個方法 正如剛才所說 是入侵性方法 就是說 你是需要用到一個鑽石 去切開這塊石的一小片 來再用這小片 進行這個 X射線銜射發 去照射 然後才知道 究竟是來自地球 或者是來自外星的一些物質 好了 正如剛才所說 Rober 非常之喜歡 是love 他用love這個字 愛這塊石 所以當然不可以做這個事 所以這方面 是無從技巧的 我們不知道這個石 是來自地球 自己本身的物質 還是來自外星 嗯 嗯 好了 剛剛我想到一點 但是腦子已經去不回 所以就算了 那麼呢 就去第26號 其實是一條片來的 這條片就精彩了 顯示到給你看 這塊石在一個磁石的效應之下 它是會轉的 拿著這塊石 拿著那支 好像筆那樣的東西 不是那個 是Rober 自己 就是左右手並用的 所以沒有手碰住這塊石 桌下面沒有磁石的 你不要以為 Professor C就出述 在實驗室的bench 即是在實驗室桌下 弄一塊磁石 就是另類處 沒有的 沒有的 這支筆 其實不是筆來的 Rober 在工作場所 用這個東西 他自己叫做 Magnet on a stick 即是說 上面好像是筆 下面的筆尖的地方 其實不是筆來的 就是一塊磁石來的 磁石擺在那個石裡面 距離它大概5-6mm 那塊石就會轉的 那它如果擺在後那邊 半月全圓的花紋那裡 那塊石就會逆時心轉 但是畫面你會看到 不是 RTM 它是順時心轉的 是的 沒錯 原片 我用回原片 這條片 是來自 Rober 提供給我的 那這條原片 原本就是這樣的 但是我在場 我都見過 Rober 做這個試驗 在他家屋裡面 做的試驗給我看 是夜時心轉 即是說 其實這條片 是應該 Rober 不知道搞了什麼 就到水平轉向了 是 搞到這條片就是這樣 那這條片 也都顯示出 他剛才說過的 那個現象 就是你把磁石進去 把磁石進去 近表面 它就轉 即是說 裡面是有磁鐵光 而且磁鐵光的含量 非常的多 嗯 這條片 播放應該是Linda 也有的 但是呢 外都有啊 好了 大致上 講到這裡 這塊石的測試 就是這麼多 那這塊石 Rober 一直持有的 好了 全球獨教 首先公開內容 就開始了 如果你剛才 去到北本 都是說 很難拆滿了 我都是停機快敗 你已經錯過了 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就是2009年 差不多一年之後 做第二次測試的一年之後 發生什麼事呢 2009年 6月17日 晚上 大概10點3 嗯 那 Robert 就跟他的老婆 和他的子女 就一起 在他自己的屋裡 看電視 合家歡 看電視 突然之間 Rober 手上發現 有一個光球 穿過半牆 在他的屋裡 這個光球 表面那一層是白色 表面那一層是半透明 他看到裡面的核心是藍色 而且藍色是非常刺眼的 這個光球 穿過腹牆進來 但是穿過腹牆的時候 腹牆沒有任何的變化 或者穿了一個洞 又或者變成一些 好像非物質 又不是物質的東西 不是的 好像很自然 就說我穿過 然後光球就是穿過腹牆 當他看到光球 已經是差不多穿過腹牆了 就靜一點 他再看到靜餘的過程 穿過了進來之後 那個光球 就慢慢向著他們 坐在沙發上面 正常方就飛過去 正常來說 有些人說 那他們真的要走 不是的 他們可能是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那時候害怕 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就坐在沙發裡面 只害怕 然後呢 當那個光球飛到他們 一家四口的頭頂的時候 Robert就出於一個 老公保護家人的責任 或者那個自然反應 就用一身 蓋住他們三個家人 之後他媽媽也是做 相類似的動作 保護對子女 然後Robert就在眼角那裡 看到這個光球 就慢慢向他們降落 逼近他們 那他們四個人 就只害怕了 因為現在更加跑不掉 哈哈 那這個光球呢 就直接降落到它 差不多去到一尺的高度 一尺其實很短的 那其實呢 是Robert的時候 就說這個光球 應該在威嚇他們 他不覺得這個光球有償 他覺得這個光球 是非有償 是惡事的 而且在威嚇他們 但是呢 這個光球呢 就沒有繼續降落去 在這個降落過程裏面呢 這個光球呢 就發出一些 藍色 好像閃電 一些電 一些電的 磁磚網人的電 就在這個光球外面出現 但是呢 整體整個過程 這個光球呢 他不覺得這個光球熱的 他不覺得這個光球呢 是沒有聲音出的 嗯 就是這個特性 然後呢 它降落了 大概在頭頂之後 大概十幾秒鐘之後呢 他就看到這個光球 再次升到天花板 然後呢 向同一個方向呢 就穿過這幅牆 那這次呢 他就看到整個過程 就是剛才所說的就是呢 好像當於這幅牆 沒有東西 它很理所 就是光球好像很理所 當然那樣穿過 穿過了就 哈哈 就沒有了 這件事 那這件事呢 大家聽起來很...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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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恐怖 但是你試一下你是那個人 你不知道那個東西 本來是放鬆的 心情在看電視的 突然之間就說 什麼東西 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之後呢 就想壓下來 好像想壓死他們 或者想電死他們那樣 然後呢 這個光球呢 是沒有傷他們 之後就走了 之後呢 家人呢 他兩個子女和他老婆呢 是發了幾萬惡夢的 嗯 他覺得很害怕 但是相反呢 Robert也覺得 不是什麼呢 是害怕的 不過不是去到這個地步 這樣 那這個光球的事件呢 暫告一段落 那Robert就覺得 這件事只是單獨事件 好像政府解釋 那些個別事件來的 你就想啦 然後呢 這個光球呢 就不搞其他家人 只是搞你Robert 可能呢 那個個體就說 你不怕嘛 嗯 我就走 另外一些事件 給另外一個人害怕 那再去到2009年的6月20號 發生什麼事呢 凌晨時間 嗯 嗯 這一晚呢 他在睡覺 因為他老婆一起睡啊 他老婆就睡在那邊 他自己睡在那邊 Robert習慣呢 就是側睡的 就是說呢 側在一邊身 睡覺啦 睡一覺呢 他突然之間呢 覺得一個恐怖的感覺出現 側睡呢 他看到門口 睡房的門 他看到這扇門附近呢 有三個人的黑色展影 我站在門邊 就這樣站地點而已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然後呢 他看到這三個展影 我首先形容這三個展影是什麼 沒有頭髮 我說我吧 沒有頭髮的 就是展影 又就好像那些行人過路公仔 不要那麼恐怖 是的 不過是展影 然後呢 去到頸 去到肩膊 去到手 手呢 就是有手指的 他見到手指 不用他就這樣出我們了 看到手指的 但是呢 之後呢 其餘呢 都好像那個馬路紅公仔那樣 是 他的腳呢 他見不到有腳趾 也見不到他的鞋 就好像圓邊那樣 一腳緊的東西 而且呢 是半 是有少少透過的 就是他不是一個實體 是 之後呢 他見到什麼呢 這三個一字排開 三個 道門開了 手不清 他睡覺的時候呢 他記得 他關了門 但是道門開了 就好像現在 道門開了 之後呢 就有三個人影 之後呢 他見到那三個人呢 向他飄過來 記住 不是走啊 走就是呢 走到呢 就是這樣走啊 身體會有搖擺的 會有上落 他的肩膀沒有動的 他的腳 他的影都沒有動的 飄過來 飄到床邊 是 不動 定定地在 是 但是當時呢 Robert呢 他的身體呢 由他開始抹眼呢 他發覺一件事 他的身體是動不了的 嗯 全身動不了 只是眼睛可以 斬一下 開眼斬一下 對 然後我就想說這件事 他好像開一盒開一盒開一盒 他只是做到這件事 但是他保持著開眼 他想知道這三個 這三個東西啊 或者這三個 黑影的章會做什麼 他想知道嘛 他怕 他怕 怕有兩個反應 一人就黑了眼 不看就當沒事了 另一種就是黑了眼 因為他想知道 之後發生什麼事嘛 那好了 去到剛才 康正都說了 他是不是鬼悲宅的 但是如果 去到這一刻 這件事呢 是Robert參加了跟我說的 在時候 再時候 在大概三四年 2009年三四年之後 大概是 一三、一四、一五 一四左右的時間 他告訴我 那他告訴我 那時候呢 我就問他了 你是不是有 薄瑞症 或者叫做 發作性嗜瑞病 這件事 這個病的英文名 叫做 Necrolapsy Necrolapsy 這個病 如果這個病的話 可能會出現 有一個現象 叫做 入瑞前幻覺 hypnagogic hallucination hypnagogic hallucination 這個現象呢 就是現今的學界 經過一個長時間的臨床的試驗 他們覺得呢 有大部分 不是全部 他們都不敢說全部 但大部分 所謂的比舉擇現象 或者是睡在一覺的時候 有隻鬼在他上面 都是養睡的時候 是天花板 天花板 他一開眼 全身動不到 然後他就看到 好像一隻鬼的東西 向他壓過來 這種現象呢 現今醫學界呢 就是用 剛才我所說的 一個病 和這個病 所引申出來的幻覺 入瑞前幻覺 去解釋 那他可能說 醫生吹水而已 究竟老了 一個病 就解釋得到 不是的 其實呢 這個現象 的確呢 醫生是做臨床測試 那個測試大概呢 說有這個現象 然後呢 就放在房間裡面 有齊了 那些 怎麼說 腦掃描 職場腦掃描 而且呢 就有攝影機 拍攝著他的情況之下 做臨床測試 就得出這個結論 就是有這個病 我問這個Robert 是不是有這個病 阿Robert 就懶笑了幾下 他說 在香港繼續說 你就知道 其實我不是有病的 嗯 剛才是第一晚 不夠 第二晚 第二晚發生什麼事 就是2009年 隔了兩晚的 其實是 6月22號 那這一晚呢 又是睡覺的時候 覺得有點有病 開眼 又是全身動不了 這一次一開眼呢 那三個 黑色剪影 或者是黑色影 或者是三隻鬼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已經站在床邊了 是 而且三個呢 是好像 好像觀察他 那個頭呢 是摁在你 是 好像看著他 大概呢 只是到尺半 或者兩尺距離 你不知道怎樣 那個威嚇程度 更加嚴重 Robert 當時也是在想 他會不會 對他做什麼呢 他會不會之後 有什麼事情做出來呢 那麼 到了這一刻呢 他怕了大概 不知道多少時間 因為呢 他看不到鐘 看不到聲音 他只是 全身動不了 那麼慢慢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覺得呢 是一個很模糊 很分碎的狀態之後呢 就睡著了 那麼去到第二天 醒起來呢 就好像第一次 和這一次這樣 他之後呢 就問回他老婆 老婆啊 喂 我昨晚見到這樣的東西啊 你見不見到啊 他老婆啊 我見不到啊 我睡得好塌啊 我沒事啊 有什麼呢 你見到這一樣東西啊 然後他老婆呢 都好像剛才所說 你是不是有病啊 老公 阿博 通常呢 Robert呢 就簡直是阿博 阿博你是不是有病啊 看醫生啊 那真的阿博 那個時候呢 懷疑自己是有病 我都安排了一個家庭醫生 那是不是你不是 馬上去跳去精神科 或者跳去心理學家 首先呢 就看看他的家庭醫生 好了 還沒看家庭醫生呢 之後呢 第三晚發生的事呢 就證明呢 他是不用看醫生的 他說醫生幫不了他的 哈哈 再到第三晚 2009年的6月23號 這一晚呢 又是這樣的狀況 他睡睡一覺呢 覺得有料到 開眼又是動不了 嗯 這三個影呢 又出現了 這三個影呢 就分別站在三個不同為止 一個是站在開了門那裡 都是啦 這一晚呢 他是知道他睡覺之前 動明是關了很多 甚至乎呢 只是摔著門的 嗯 是摔著門 即是上鎖的 還要是向內上鎖 即是說是在裡面上的 當然是在外面上的 當然 在裡面上 動明是開了 有一個黑影站在門邊 一個黑影站在窗邊 另一個黑影呢 又是好像上次那樣 嗯 就是呢 摔下頭 比上次摔得更加近 嗯 但是呢 就是沒有說話 沒有聲音 沒有轉發 沒有風什麼的 那麼呢 他記得呢 就是 在這個過程 這個最 摔下頭 看著近距離 那個人影呢 我說有隻手的 對不對 是啊 他看到那隻手呢 就押了他的床邊 那個床櫃那裡 美國人呢 就記得床邊櫃 叫做night stand 把那隻左手呢 就押了床邊櫃上面 好了 可以出最後那張圖 這張圖呢 就證明呢 他不是 什麼幻覺 什麼入睡前幻覺 為什麼呢 因為他醒來之後呢 發現 又是剛才的過程 就是說呢 雖然他很害怕 但是呢 中間經歷過程之後 就進入了很模糊的狀態 好像是 他形容一下 好像是 那樣子 那樣子 就好像成了一樣 那樣子 他就昏迴了 醒來之後呢 他就發現 這個night stand床頭櫃上面 就是這個黑印 這張照片呢 是我親自去那間屋裡拍的 就是這個床頭櫃上面 這個手印 那他說 這個是好像床頭櫃上面的面 那個面那塊木來的嗎 是啊 因為Robert習慣呢 在他的環境野外區分呢 就拿一些木塊 或者木頭回來做家師的 嗯 那這個呢 就是他那個床頭櫃 他自己打的 所以就是畫面 那個木的紋呢 就是這麼粗糙 你不用去片 我就這樣用口說 剛剛你記得呢 那個我show出來的那個保險箱 也是我親身去他家裡拍的那張照片來的 你看到保險箱那個桌面 都是好像很原始的木的翻文 就是因為呢 他就是習慣了這些環境的野生木頭 回去做家師的 那這張照片呢 就證明了一樣東西 就是呢 這個好像虛體的 一個虛擬的一個 個體 居然呢 同時呢 是可以跟實體世界呢 是有一個互動的 產生了這個手印出來 那當時呢 我當然是打蛇除棍的照片 就問一下Robert 你可不可以被這個床頭櫃 給我去做測試嗎 之下呢 是有什麼反應 他有沒有經過一個 之後呢 有沒有一個物質的變化 有沒有物理的變化 又或者我想知道這個手印怎麼做出來 他說呢 他不想讓我這樣做 他只是讓我拍照 為什麼呢 他因為他懷疑呢 就是拿了一塊石頭回家之後呢 這塊石頭呢 就好像我們中國人有一個比喻 就是說呢 不要拿街的傘回家 拿街的傘回家的話呢 就有東西跟你回家 小鳳鮮 沒錯 他說呢 他不想再挑起這件事 他不想再有人再研究之後呢 這個現象又回來找他 嗯 他也不想說所謂害到我 當然呢 其實我不怕的 哈哈 不怕還不怕 他替我害怕 所以呢 他就說 我不要讓你這樣做 所以呢 我只是可以拍照 但是你跟著說 這張照片是不是我做出來的 No 為什麼呢 因為我呢 習慣研究這些東西呢 同時會拍Digital 也都會拍Philm照 嗯 噢Philm的底片啊 所以呢 哪一個任何人走過來 跟我說 什麼獨奸 什麼 你吹水而已 嗯 我有Philm底片的 嗯 去證明我不是 不是AI圖 不是做出來的 可能啊 這張圖呢 有人做類似的圖 偷我圖 或者抄我圖 但是即使網上的Digital 那張圖 I'm sorry 我是有Philm底片的 當如果你逼到我賣唱歌 我就說我底片出來 就證明我贏你輸 或者呢 你的指控對我 是無效的 嗯 這幅圖呢 這個現象都顯示得出呢 他不是撞鬼 不是他不是幻覺 他呢 真的遇到一些東西 醫生都幫不到他 我都幫不到他的 但是 再跟著你 你以為這件事 就這樣就完結完了 不是不是 這件事呢 由1947年 是 再到橫跨到2029年 那個結局是怎樣的 那個結局呢 就可以去回 那張圖的保險箱 那張圖 即是呢 即是呢 十六號圖 十六號圖 沒錯 我不是說他一直都保存這塊石的 在保險箱 這個保險箱 他的鎖匙就鎖了 然後呢 他的鎖匙就有更新的 因為他很愛這塊石 所以他愛到的程度 就是保鎖匙就更新了 嗯 所以應該就不是他老婆 或者他兒女 能夠可以開到這個保險箱的盒 所以之後開到保險箱的盒 這個盒呢 也都是鎖沒有難度 那麼去到2009年6月29號 這個結局 所謂的結局 就是呢 他用鎖匙做開的保險箱 看看這塊石 沒有了 嗯 沒有了 沒有了 不知道 就是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那三隻蟹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就是沒有了 如果那三隻蟹是想搞的 一早就拿到 搞這麼多東西之後才拿一塊石 是不是 又或者再之前那個光球 那個光球都是我們星人派來的 想拿這塊石 全部有關 羅茲威爾 何星人 是 麥田圈 是 怪石 光球 撞鬼 沒錯 沒錯 這塊石就是沒有了 自從這塊石沒有了之後 他都沒有再遇到相似的情況出現 沒有再遇到奇異現象 他的家人的生活比較美滿 那麼這件事呢 就這樣結束 好遲結束 再講一點歷程 之後在2009年6月29號之後 我就在大概差不多時間都知道這件事 然後呢 我亦都好像Linda那樣 努力去找Robert 就上次跟我聯絡 那我聯絡的科法很簡單 首先 講一下Professor C 當然呢 就講我的背景是怎樣 然後呢 我對科學有什麼很基礎的知識 哈哈 就是說 其實我都是理性人來的 我想知道這件事是怎樣 然後呢 Roberts C 就同意給了一個 不是 Professor C 就同意給了我一個 Roberts的聯絡方法 就一直講到它 舊石消失了 這樣的情況 然後呢 我就想去 看一下這個 茶几 你看看這個 night stand 就是看一下這個床頭櫃 我之後再回到家裡拍一張照 但是呢 經歷的過程不是那麼順利的 就是說 剛才我說一天發生 不是的 再經歷多幾年 因為呢 我們取得信任之後 再隔多兩三年 他才講給我聽 他在經過第二次 他去第二次測試之後呢 看到光球 或者看到黑影的奇異現象 嗯 我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有研究 親身 研究這些奇異現象的個人經驗的話呢 我可以提示一件事 就是告訴你 不要以為呢 表面研究了個個案 那個表面的那一層 那一層之後呢 你就以為 就這樣就算了 不是的 往往我所研究的經驗 就告訴我呢 是背後呢 有更加深層次 可能同時呢 一個現象裏面呢 是有其他 其他種類的奇異現象 出現了在事主上面 只不過 他這個事主呢 就不想告訴別人聽 因為呢 他本身那件 浮面那一層 那一層的奇異現象呢 究竟夠複雜 或者夠呢 已經是很多人不相信的 更何況呢 底那一層 就是正如Robert 他撿到一個石子 已經夠奇怪 或者他已經是 不太想告訴別人 更何況 又說 又說 看到光球 又看到掌龜 他第一時間呢 不想告訴別人 就是跟他建立了一個信任的關係之後呢 你就會 得到一個人的信任之後呢 他就會再講到一個更加深層次的 他遭遇給你聽 嗯 這個個案的思考點呢 大概有三個的 第一就是呢 我想問 正如剛剛正所說的 嗯 我想問你一件事 為什麼有這樣的關係呢 那個黑影呢 你可以說外星人 我都說鬼 也都說man in black 因為呢 他有一些特性呢 跟man in black有關 就是他黑影呢 他類似人的形狀呢 他是三個呢 三個呢 是一個man in black 黑衣人的特性 一二次 對 沒錯 我假設他是man in black 我認為是鬼 類似的 就是鬼魂 或者是靈魂的現象 我想問 鬼 光球 墨田 外星人 和飛碟 為什麼會是在一個宏觀的角度裡面 在一個廣泛宏觀的角度裡面 是在同一件事裡發生的 為什麼呢 有時候鬼啊 陸墨田圈 都是同一種圍道的個體 或者 或者 不知道來自哪裡的國體組出來的 沒錯啦 這個是其中一個解釋方法 但是呢 我告訴你呢 在研究奇異現象的 這群所謂的專家裡面 無論是來自任務 國家必要處理 通常呢 他們是主流 不接受這一套的 他們覺得呢 如果我研究UFO 就研究UFO 如果研究我星人 就研究我星人 我不會研究鬼啊 因為呢 他們覺得呢 就是鬼魂 甚至乎 講得遠一點 什麼靈魂出竅啊 或者什麼靈魂啊 這些東西 不關我事的 或者大腳伯都不關我事的 或者那些 Crypto Animal 或者Crypto Creatures 就是大腳伯啊 什麼狼人啊 這些那些 所謂 奇異的生物 都不關我事的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個案 是其中一個個案 但是你如果看回我自己的頻道呢 在早些的年期 早些的日子裡面 所講的那些奇異個案裡面 是有一個 跟這個 剛剛剛剛講的個案 相似的一個現象就是呢 各種你看起來 互不相關 何無關係的奇異現象呢 是可以發生在同一個個案裡面 嗯 嗯 嗯 那我跟著想問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當然呢 其中一個答法就是阿正 那就是不同的圍道 又不同的 我都是千奇百怪這些東西 就是一次過來到 是不是 這個是解釋方法 但是另外一個解釋方法呢 就是更加深入的就是呢 其實呢 我已經跳了很多步了 要達到這個結論呢 你是要研究的過程 是要跳很多步之外呢 你會突破到這個思維的障礙 或者一個 進行革命性的反式轉移 就是這個世界不是真的 或者呢 嗯 這些現象呢 千奇百怪 但是源自呢 就是同一個 或者小數兩三個的一個源頭而起 那我會說呢 你這個想法是你想出來的 是不是 你有什麼巴掌 這樣 喂 你覺得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沒問題 但我數一系列的人名 例如John A.Q Jug Farley 剛才我提到Jug Farley Cole A. Kelleher James Lekaski Paul F. Eno Patrick Herber 或者是Michael Grosso 這些 這些雖然是少數派 但是都為數 我講了幾個人的名字 所說的都是同一樣 他們所說的就是 你表面上所看到的 以為他是鬼 你表面上看到的 以為他是外星人 以為他是飛碟 以為他是一個 Acroft Circle 或者是跟飛碟有關 或者沒有關係 或者其他千奇百怪 他一腳大腳八都好 只不過呢 那種類變化 或者是 那個表皮變化 其實核心 都是來自於同一個核心 那你跟著問 那個核心是什麼 我不講 我暫時不講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跳到這一步 已經是複雜 就是說 我講到這一步 大家都未必相信 在check run 或者看 現在還堅持在live的觀眾 可能有七成八成 都會覺得 你都是吹水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研究的個案次數不夠多 或者你研究的深度不夠多 如果你要達到這個conclusion 這個中途的結論的話 當然還有一個更加深層次的結論 那個你更加難接受 你要達到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 不同種類的奇異現象 看似不同種類 互不相關 實際上 與同一個源頭的結論的話 你要對 同時 你不可以只選了兩個奇異個案 你要對各個奇異個案 都要研究完 嗯 還要是呢 各個研究個案 你都要一定程度的深度 嗯 然後你才可以看到一個 互通的現象 就是原來不同個案 有這種不同個案的互通 即是說 同一個個案裡面 可以有 同時有幾種 看似表面互不相關的一個現象 然後你接觸各個 這種特性的個案夠多 來夠幾十個 一百個 兩百個 然後你就可以能夠說服自己 這一件事 是一個個案通的現象 然後你再去突破 我去到下一步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為什麼會有這個特性 有很多人呢 去到第一步就是 你同一時間又要研究UFO的惡星 同一時間又要研究鬼 靈魂出竅 Crop circles 大腳趴這些東西 它已經是拒絕了 因為有些 主流有不少的研究UFO 我只是講UFO 有研究UFO的人 他覺得UFO只是一個實體 Nux and Bose 就是一個實體 它跟鬼無關 怎麼可能UFO跟鬼有關 怎麼可能UFO跟靈魂出竅有關 怎麼可能跟靈魂有關 怎麼可能跟靈魂有關 怎麼可能跟那隻大腳趴有關 我拒絕接受 Refuse to believe 它去到這一步 它不告訴你 或者它自己不是這樣想 但是它實際上的行為就是這樣 當你的思考模式是這樣 你完第一步也突破不了的話 你不要再去到我剛剛那個中途結論 你去不到 所以如果大家對其關有興趣的話 你嘗試突破這個思維 去理解其他種類的奇異現象的話 你會有一個 一個 另外一個 一個思考一個新天地 第二點就是叫Hitchhiker effect 就是一個 Hitchhiker是什麼 如果大家熟悉美國文化就知道 是叫做一個順風車效應 就是說什麼呢 就正如剛才這樣 很可能 其實Robert撿了這塊石頭回家之後 那樣東西 那個源頭就跟著他 然後呢 就跟著他回家 就對他家 對他家 對他家人在家裡面 就施加了剛才我所說的那些現象 就是光球和那三個黑影的現象 那你跟著就問 都是你吹水的 沒有這個現象 我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大家聽到Kenneth Arnold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呢 當你表皮知道UFO一些知識的時候 你聽過你的名字 就是1947年 這個人呢 拿著一架私人飛機 就經過呢 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呢 就是美國的東北邊一個州份 那他拿著一架飛機 就橫道那個高山 叫做Mount Rainier Mount Rainier 這個高山 那你看到下面呢 有幾隻UFO來飛過 那他形容呢 好像碟 就是skipping 就是好像碟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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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這樣 然後大家呢 就基於這個東西 就叫了UFO的飛碟了 Blind Saucer這個名字 就是來自Kenneth Arnold這個經歷 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剛才那裡說的東西 那關係就來了 那接著呢 在UFO呢 他就和媒體說 接受訪問之後 沒有多久呢 一個月之內的 他在一間屋裡面呢 就是又是見到 剛才我所說的光球 這間屋呢 就手不先呢 不是穿過窗 或者穿過牆 他們就不知道了 手不先呢 這個光球呢 就飛去他的大女的房間裡面 然後呢 他大一個房間就是二樓的 然後呢 就出了大女的房間 穿過了那個走廊 然後呢 就進去Kenneth Arnold 和他老婆的睡房裡面 嗯 那對他造成一些滋擾 就是他親眼看到光球 這個光球呢 再去他的小女 Kim Arnold 然後這個光球呢 就離開了一間屋 嗯 跟剛才那件事 是不是差不多呢 而呢 這件事呢 就是Kim Arnold 之後近期 這十年之內呢 接受一個Podcast 一個網上電台訪問之後 親口說出來的 大家不相信的話呢 你直接打Kim Arnold 然後打Org Org 你自然就找到 那些相關的資訊 是他親口說的 當然你說 他露作出來的 沒有見過的 那無所謂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我舉另一個例子 就是Skin Walker Ranch 如果大家是熟悉奇缸的話 這個地方你們不可不知 當然有些人知道 或者我和看證師看下 亦都講過幾次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就是美國的州份 其實呢 我不是很想講這個地方 那個location 但是呢 我阻擋不到大家 因為Google Map 也都顯示了這個Skin Walker Ranch 這個地方 Walker就是暴行 Skin就是皮 Skin Walker Ranch Ranch就是木場 R-A-N-C-H Ranch這個字 那麼這個地方呢 曾經有個有錢人 Robert Biggerlo 就買起了這個地方 進行研究 那麼研究者的部分呢 是有軍事背景的研究者 現在這個研究項目呢 亦都是跟美國軍部呢 是有識識相關的關係的 到現在為之 部分這些資料呢 亦都是聯合機密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個不是我騙 你不是說話 你在國防部 或者是國會裏面 有這些相關資料 那麼裡面呢 雖然有軍人 但是那些軍人呢 就說給Robert 研究了武器 就說給Robert 就是說 喂 武器撞鬼了 嗯 哈哈哈哈 你雖知道呢 就是美國右派的典型那些 就是 我不要去鄉下路 或者Hilobillies 就是當軍特別 那些軍人呢 特種部隊的成員 或者是前成員 他們不是普通軍人 為什麼呢 他們有膽識 有見地 見過很多危險場面的軍人 他告訴Robert 這個人知道 他告訴這個老闆 買起這個 這個 木場研究老闆知道 我家裡撞鬼 嗯 而且那些鬼呢 不單止搞我 還搞到家人 這個是事實來的 外面坊間呢 有兩本書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兩個作者 Cole A. Hellehan 和James Lekaski 所寫的兩本書 這兩個人呢 是直接參與 這個叫NIT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iscovery Science 這個機構之下 對於Skinwalker Ranch的研究 這個機構就是Robert Piccolo 就是Robert Piccolo 創立 這個也是另一個例子 反映出 這個有所謂的 搭順風車效應 然後也是那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這些現象 純粹是外星人 或者飛碟做出來 為什麼會有效應 為什麼會像撞鬼 就是說 我剛才所說的 中港傳統就是 不要拿街邊的傘 拿街邊的傘 就是鬼呢 就會跟你回家 然後搞你 或者是你的家人 我想問 都是那一句 UFO外星人 明明很高科技 然後應該很理性 很科學 那為什麼又跟鬼混 這些什麼的關係 我想問 當然你可以接受 就是說 剛才阿正的角度 因為那個圍道 就是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 你接受一個這麼混亂的思維 還是一個集中思維 就是說 其實是源自同一個源頭 只不過是不同幻化出來 在你面前 不同幻化出來的表皮 那這個呢 只不過是一個思考的角度不同 我不是完全 否定看見我 因為呢 即使我說 我有這個結論 我也不會自大到 就是說 這個結論呢 就是唯一的事實來的 No 我不會這麼說的 只不過呢 這個 我只可以說 這個我推測你 第三個呢 去到最後了 最後的結論就是 從這件事得到的一個啟發就是 你要知道呢 這些所謂的奇現象 好像有一個銀劑在兩邊 有虛實 同時有虛實 同時有善惡 同時有理性和非理性的那邊 虛實 實的虛就是 1947年羅茲威爾墜位 之後呢 那個時尚見到UFO 之後見到物理性 這些是很實在的東西 對嗎 但是呢 虛那邊就是什麼 之後 這一樣呢 不是一個偶然來的 如果你的研究 就是剛才我說 我在拆解你的研究 種類夠多 然後各個現象夠深入 然後你呢 在下面呢 有一個 一個怎麼說 一看到一個共通的特點 你就看到這一樣東西 就是呢 這些個案裡面 同時有虛實那邊 也同樣是善同的那邊 大家都覺得 如果主流 研究Crop Circle 只是研究Crop Circle 那班人 不要說那班人 那班研究者 那班研究者呢 就會覺得 Crop Circle 很有善 很美妙的一件事 因為呢 它有一個圖畫 表現出一個美態出來 而且呢 它不是破壞環境 因為那些物質沒有死 是吧 但是呢 好想不想這個鋼 就反映到 是有Crop Circle 這個善態 那個惡意是什麼 那個惡意就是光球 和那三個黑影 嗯 同事啊 有善龍惡的 也都同事呢 是有一個知識 和粗皮之間 共同融合 就是Crop Circle 是展現出數學的知識 是的 顯示出那個 對月球的變化 越上的知識 那有知識的人 通常是什麼 有知識的人 通常是奔奔有禮 不說粗口 當然 這個小數就是我 就是另外 通常有知識的人 就像曾志雲博士 那樣的 是吧 但是呢 同一個個案裡面 顯示粗皮那一面 或者那個惡意 那一面 就是光球和黑影 嗯 是吧 所以 告訴你 還有 這個結論 引申出的 就是什麼呢 很多人以為 UFO 不是的 你看不同的研究個案 例如你看 Philip J. Corso 就是Colonel 一個宗教 他寫的一本書 叫做 The Day After Rosberg 這個人 又或者你聽 Robert Lazzar Robert Lazzar出名 簡稱就是Bob Lazzar 他形容UFO是怎樣 就是撞下去 羅茲威的那個飛地板 就是回收回去 或者另外 一個網台有出名的 就是MJ12 這個名字 就是來自那份文件 Majestic Trout 所做的Magic 那個文件 你看到那三個內容 他形容UFO裡面 是怎樣的 UFO裡面非常光滑 沒有東西差不多 一個說法 就是有手印 然後還有一些掣 但我相信另一個說法就是 裡面掣沒有手印 什麼都沒有 光滑表面 只有一個小椅子 好像給一個小朋友坐 這樣 這件事 這件事 部分 傳聞這些內部 深層政府也好 神秘組織也好 怎樣也好 這些所謂的內部政府 深層政府 他們研究這個UFO 他們認為 那個UFO外星人 是有靈魂 或者有一個高等意識 而你坐在裡面之後 是要通過這個 靈性的結合 跟這個UFO 結為一體 然後這個UFO 是外星人 外星人是這個UFO 然後這個UFO 就可以飛行得到 為什麼我講到這一步 就是說 我相信現在這一刻 為什麼我不相信 就好像之前 有錢人馬斯克所說的 就是飛碟是人造 我不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我相信到現在這一刻 為止 美國軍部 或者美國內部的一些 神秘組織也好 或者是深層政府也好 他們接受不了 這件事情 就是說 靈魂 什麼輪迴 這件事情 他們不相信 他們只相信 這個UFO 是科技產物 是一個實體 甚至乎是一個武器 他們還會停留在 實物體的緊底的這一邊 他們不接受另外那邊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是得不到一個完整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或者一個完整的思維的話 你是複製不了這隻UFO 你複製到也是控制不到的 因為它是通過一個 靈性的結合 一外星人跟一UFO的靈性結合 來完全操控這件事情 所以我相信到現在為止 那些什麼深層政府也好 什麼都好 他們完全複製不了這件事情 只可以 就像Philip J. Corso 這個宗教所寫的書裡面所說 他只可以取得 這隻UFO的一些很少的部分 出來複製 再加以形容 例如 Philip Corso就說 現在我們所謂的光纖 或者是激光 就是由海星科技 是他說的 他說的 當然你問一些學界 他們當然不接受 但是他這麼說 但是我剛才的言法就是這樣 你要了解這些奇異現象 你是要去到一個突破性的思維 就是你要接受到 虛實同時存在 善惡同時存在 科學和靈性 或者科學和情覺同時存在 這一樣東西 整個個案就是這樣 你可想而知 就是現在錄到兩個多小時 本來 本來阿康做一個半個小時就講完了 如果你想了解整個個個案 你沒有可能半個小時就講完 因為我用半個小時就講完 你也不知要說什麼 要是很多重要的資料 你也忽略了不知道 剛才我部分的 所說的資料 是真正全球獨家的 搜尋到這個公佈的 外面是沒有的 好 那我多謝TM說 我們今晚都差不多 但阿倫良 你知不知道 將第五得六節 切回一半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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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